哈囉大家好我是莉安 我是Mind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女生的私密處除毛 其實呢我在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就查了非常多的資料 就網絡上文章我覺得有一些 可是如果是影片的話我覺得蠻少的 你說分享說過程跟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就是任何跟這有關的 然後當初我在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我還在IG的動態上面跟大家詢問說 大家有沒有推薦可以私密處雷射的地方 可是沒有一個人回應我到正確的問題 所有人都是給我密拉除毛 所以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在台灣女生之間 不是一個大家會聊的話題 然後也不是一個大家知道的 那因為我身邊剛好我很多姊妹 大家都是已經做過私密處除毛了 所以在我來說還可以問我朋友 但是我就想說 如果像是我妹她朋友都沒有做的 可能要問她朋友大家也都不知道 這邊先前庭再要一下 就是如果你覺得你是想要私密處有毛的 那也很好 之前看非常多影片下面就會說什麼 為什麼要把私密處的毛除掉 可是就是每個人的選擇 今天我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 我自身的私密處除毛 我本身就是我天生毛量就非常多 我手毛腳毛天生都是非常多的 所以就是私密處的毛也是相對應的 也是比較多 那造成我生活上有困擾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生理期來的時候 量非常大的女生 那你知道那邊有毛的時候 在生理期的時候 會非常悶熱不舒服 那再來呢 我有試過自己除就是私密處的毛 但我沒有試過 以前沒有試過全除 就是邊邊而已 譬如去游泳的時候 你要把邊邊除掉 它長出來的時候都會非常的癢 就是毛這樣探出頭的時候都會很癢 我都會開玩笑跟我妹說 我覺得我下面有個阿兵哥 阿兵哥頭還不是短短的嗎 然後就是 可能是阿兵哥在下面就是感覺很癢 可是我覺得很神奇 我在台灣跟在上海做的雷射 都是不會 就是毛長出來都是不會癢的 然後那時候呢 其實我也有考慮過要去做蜜蠟蠟蠟 蜜蠟蠟就是那種殺下來 很痛 然後但它是一次性的 就是它不是永久 會讓你的毛量越來越少 嗯 所以就是我就覺得 那我既然要做這件事情 然後這個東西是我 這個毛是我不喜歡的 我就想要它一勞永逸把它除乾淨 所以我才選擇了雷射蠟蠟 雷射蠟蠟它也有各種 就是它的範圍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可以選擇是只要邊邊 就是把多餘的弄掉 比如說會擦出內褲外的 但是我選擇是就是在台灣 普遍會稱為VIO 就是一個形狀嘛 前面是V 中間是INL 後面PP那邊是O 就是完全的除乾淨的 我其實也在台灣的時候 有打過雷射 那其實雷射這個東西 大家可能會問說 你打的是哪一家 或是價位多少 我不會在這邊分享 尤其是醫美 通常它也不會是個公開的價目標 就是你要去到那邊 諮詢的時候才會跟你講 然後每一個人可能問到價錢都不一樣 因為其實私密處的毛就是天生 大家應該知道吧 就是可能比你身上所有的毛髮都更粗 然後更強韌一點 所以其實私密處要除乾淨是要比腳毛跟翼毛要更多次的 所以要除幾次其實說實話都是因人而異 然後你要真的除到一根毛都沒有 其實我覺得非常的難 因為就是下面的毛畢竟真的很強韌嘛 跟我朋友討論出來 我們大家都覺得 其實你除 你未必要除到真的是百分之百乾淨 因為畢竟私密處那邊有毛是可能是有一些防禦功能的 我也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人會希望妹妹這邊是有毛的 所以你也可以選擇只要除邊邊就好 我現在總共在台灣做了4次 在這邊做了5次 現在是9次 殲滅他們的程度大概是如果以前是滿是100的話 我覺得他們現在大概已經到20%以下了 就是已經真的是很稀疏 而且他們長得已經非常的慢 然後他們現在的粗細都是已經比睫毛還要細 這麼細 你現在想看以前是有就是 底頭白粗 對然後現在已經變 就是它是又變少然後變細 就是你覺得台灣跟這邊做的效果有差嗎 因為我們在上海選擇 其實真的跟台灣相比價格是比較高一點 高非常的多 我覺得有差 所以我就說有真的會有一分錢一分貨 因為你沒有除過下面所有 如果你想要VIO的話 其實我就建議你去一般蜜蜡除毛店 就是要做巴西除毛 就是其實巴西除毛就已經類似VIO 你可以去體驗一下說 下面沒有毛的感覺 對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喜歡 有些人會覺得很沒有安全 會覺得涼涼的 或是覺得太像baby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個人喜好嘛 像有些人喜歡長頭還喜歡等頭還 有些人喜歡光頭 對不對就是大家都各有喜好 那如果你光頭你說 那沒有頭髮頭挺會不會涼涼的 那maybe會可能就要戴帽子 就是你知道要有相對應的一些措施 除毛這件事情是你要持續的做 它有一個生長週期 你的毛有一個生長週期 你要在它的生長期的時候去除 它才比較容易除乾淨 可是這個毛的生長期 它是一個沒有跡象 你不知道現在生長期還是什麼期 所以大部分醫生都會有一個週期讓你去做 有一些診所它會主打說 比如說是一年的那種無限卡 讓你每一次都來 因為你就是一定要到那個週期再去除才有用 其實你除的很頻繁也是沒有用的 除毛的時候要特別避開就是生理期 對 喔對這件事就是要特別避開 因為生理期就沒有辦法除毛 就要算一下 就是你要對你生理期的時間 然後又要對那個你去打除毛的週期 毛都你下面已經沒有毛了 以前女生你在上廁所的時候 你因為有毛的關係 所以你的那個 你上廁所的水 會跟著你的毛流 會塑成一束 然後這樣 它會變得有點像瀑布這樣 塑成一束這樣流下來 所以你的那個尿是很集中的 但是因為你現在下面沒有毛的時候 它們就會比較容易散開 所以你上廁所你就要 這個可是這是可以控制的 就是你久了之後 你就可以大概控制一下說 它不會每次都這樣刷開 就可能要用力一點嗎 之類的 你自然自己都有天生的本能 會去應對這件事情 但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困擾 這其實等於說 除完那當下沒有 就對於生活上沒有太多困擾就對了 沒有困擾我目前只有便利性 我也想不到一個困擾 我覺得就是豁然開朗 大部分我在台灣聽到的都是 你是要在 比如說你要去之前的兩三天前自己除 比如說如果你是要像我要除VIO 你知道自己先把VIO的毛完全除掉 然後過兩三天它會長出來微微一點點頭 因為如果它完全沒有頭的話 首先醫生很難locate你的毛在哪裡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是有一點是感光那個黑的 黑色素 所以要留一點點頭 因為如果太長也沒有辦法除太短不行 所以通常你要事先除 但其實這真的很難 你想想看你後面O那部分的毛 一個很高難度的動作 因為我曾經有聽過有人分享 他去做雷射除毛之前 他會請男友先幫他掛 因為我本身是瑜伽老師 所以我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動作 才把O那邊的毛也除掉 在台灣好像大部分你要除毛前 就是一定要這樣子 就像以前除腿毛也是 也是要自己先刮 然後兩三天後再去診所 那我覺得最特別的是呢 我在上海除毛的這一家 他不用事先前幾天去除毛 就是你在除了當下 他會先幫你除乾淨 然後立刻就幫你用 對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那時候會選擇 他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你要事先除下面 VIO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一件事 因為我以前也打過腿毛跟翼毛 那我之前打是那種 你感覺會有點像橡皮筋在彈你那種感覺 所以你要先去敷馬藥 敷完之後已經有點沒感覺 再來打 那我在台灣 我現在也在上海 因為我要持續做嘛 但是我兩個都是不需要敷馬藥的 就是用起來有點像是熱能的感覺 對我在台灣也是不用敷馬藥的 我有聽到台灣的很多都是要先敷馬藥 然後再進去打 但是我這個都兩個都不用敷馬藥 其實都是不會痛的 他那個感覺就不是痛 他是頂多是你會覺得很熱熱燙燙的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沒有很刻意要找女醫師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去做過嘛 其實他們覺得男醫師比較溫柔 我覺得應該是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就是男醫師他一定會配合一個女護士 當然 就是就像你去看婦科一樣 他不會說只有男醫師給你單獨在一個診間 就讓你比較有安全感 對 那我就分享一下我剛才在台灣那間診所的經驗 然後我那時候去的時候是男醫師 然後去之前我覺得他們就會 通常這個到每一間診所都有一個義務 他們會先跟你講一下說 你下面要怎麼照顧 然後一些注意事項是什麼 然後你弄完之後你回家要怎麼樣去保養 然後之後就可以開始 然後重點是我覺得還蠻安全感十足的 因為他們就會把那個房間鎖起來 就會跟外面說我們現在這邊是要處VIO 所以我們會把門鎖起來 然後通常會有一個男醫師 一定會有一個女護士 甚至有時候有兩個女護士 然後他們就會進來然後拉上診間 其實也是看不到那個男醫師的 因為像通常我都是戴眼鏡去除 所以真正要處處都必須要 他要戴個護目鏡 因為是雷射嘛 你要戴個護目鏡 所以你戴護目鏡的時候 你是要把眼鏡拿掉的 那護目鏡是就是看不到東西的 然後通常醫生都 我感覺男醫師也是自己都蠻害羞的 就是他已經確定我把那個護目鏡 戴上來轉過來 就他也感覺他也怕跟我四目交接 因為畢竟等一下就要看到我妹妹 我這邊辦了一個很尷尬的時候 就是那天要進去一起的護士 他就認出我是名弟 那我就想說 所以他就問你妹妹 就他立刻認出我 然後立刻就看我妹妹 我想說 反正這女生啊 就是他可能也看過很多妹妹就沒差 還是 第一次會覺得好緊張 要給人家看妹妹 因為你的給人家看妹妹 是你腿要真的打得很開 因為那個毛才能完全除乾淨 對 其實說實話沒有那麼可怕 就是你要用健康的心態去想 對 就是你要去想說我要把它除乾淨 你就不會那麼害怕 然後在台灣我除的時候 是要把腳 青蛙腳 就是你腳掌對腳掌 然後腳這樣打開 就那個菱形狀的感覺 對 然後我在台灣除到歐的時候 是要把腳舉起來 你舉起來之後 然後醫生除 然後我在這邊除 是我要翻到背面 我個人是覺得就是 不用太介意是男醫師或女醫師 但是 如果你希望女醫師的話 有非常多診所都女醫師 因為就是 就像婦產課一樣 女生可能就還是會覺得 要給女生的婦產課看 有一個重點就是 你還是要很注重下面的衛生 其實我覺得不是說 你妹妹除了之後 你下面一定會長東西 或什麼 有一些不好的事情 我覺得是你 一定要相對應的 更注意下面的一些衛生習慣 其實妹妹本來就是一個很 很脆弱的地方 就是沒有了一些阿信 在外面保護她之後 你就要 你就要當阿信來保護她了 但是以上都是我 我個人的心得 我不保證說是百分之百證 卻我畢竟我不是醫生 最重要的是 你要除眉眉毛 你一定要先去診所資訊 然後 你是在充分了解的情況下再去 喜歡這支影片 歡迎記得幫這支影片按讚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把小鈴鐺打開 喜歡我的影片就先通知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